那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市场分析员小桃 我也来了 那么今天整体走势的话算是比较平静 那昨天出财报的一些公司今天走的还行 那盘后的话也是有很多家公司发财报了 今天这期视频的话我们主要讲一下 amd的一个财报和airbnb的一个财报 那两家公司分别都是在出完财报之后盘后是下跌 那所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两家公司的财报 到底出现了些什么问题 我有个人觉得这个问题的话是打银号的 我起码我自己来说 我对于airbnb这一份财报的话是比较满意的 那盘后的一个走势可能比较符合airbnb的一个特质 基本上每一次发问财报的话盘后都下跌 好大把大把详细看一下 然后啊先聊一下 可能基本上那么今天或者昨天占领很多头条的新闻 nancy 发问台湾那个事情 昨天也有小伙伴问 那我对这件事情是什么看法 或者说对于美股的话有哪些影响 暂时来说 我觉得对于美股没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 那我觉得我自己会关注一些点 比如说中国会对美国可能做出的一些 那出口上的一些制裁或者进口上的一些制裁 那主要是集中在商务这一块 那至于在台湾附近那些军演 那更多的可能是出自于那政治上的一些需求 那对于美股来说的话可能影响的并不是非常大 但是有一点是我今天看到的新闻 那中国选择禁止那向台湾出口自然砂 那自然砂的话是制造芯片其中的一个原材料 然后我特地去看了一下 基本上台湾三分之一的一个自然砂是来自于中国 那所以如果啊 中国对于台湾那禁止出口自然砂的话 那对于台积电的话应该是会有影响的 胆子来说的话没有办法去顾忌 而且我比较出乎比较出乎我意外的是 那这一个制裁来的非常非常快 那但是这一个制裁是针对台湾的 而不是直接针对美国 那当然如果最后对于台积电有影响的话 那基本上对于全世界的一个芯片都是会有影响 那这是第一个我听到可能会对美股有一定影响的一条消息 那然后第二个就应该是宁得电池 那选择暂停对于美国建厂的一个投资 那这一条消息也是昨天出来的 那但是时间线可能会比较远 影响的公司的话 比如说是福特和特斯拉 那短期之内的影响我觉得可能并不会非常大 当然我说那接下去中国那边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措施 那最终这一个事件所导致中国一系列的一个动作 对于美股的影响 现在还比较难去衡量 好吧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一些补充的话 欢迎大家在我下面的一个留言区和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回到一些新闻 说一下今天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第一张图 这张图里面显示的是今天很多美联储的一个成员 出来发生了 通过接受采访的这一个形式 那么虽然我们说八月份没有美联储的一个会议 那但是如果说美联储觉得整个市场去的一个方向 和他们所预想的一个方向相反的话 那美联储会站出来说话去调整这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所以今天有很多美联储成员出来说话 那比如说mary daily 他说央行的话现在是 他说nowhere near being almost in fighting the hardest inflation in four decades 那这句话基本上和我昨天视频里一个一句话 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 那我说毕竟现在通胀是在40年的一个新高 那现在我们去考虑美联储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要开始去进行降息 那我觉得是过于乐观了 因为这中间的一个变数太大 那而且现在根本就还没有看到有实质性的一个证据去证明 那通胀已经在一个下行的一个通道 好吗 然后波拉今天也出来说话 他重申了他觉得今年年底之前的话 把隔夜率率需要加到三点七五至四点零 那也就是他觉得今年之前的话 还需要再加息一百五十个基点 好吗 然后今天基本上因为美联储成员出来说话 然后那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话 是往上升了将近二十个基点 那所以今天债势的波动其实挺大的 那但是现在在亚洲盘的话 美美国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又开始往下跌了一点 好吗 然后啊今天股市虽然是跌的 那但是垃圾债券的一个利差今天跌了将近二十个基点 那这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美债收益率今天在上升 然后垃圾债券的一个利差今天在下跌 而且那下跌的幅度还不小 我觉得我感觉市场还在尝试着去和美人出去对着赶 那不过这两天感觉这些消息的话应该上不了头条 因为基本上全部被我们华尔街最佳教育员 Nancy Pelosi所占据了全部的头条了 然后今天其实是有一组比较好的一个数据 那数据本身的话它其实是差的 那但是这是这一组差的数据背后的一个含义 其实是好的一个含义 那哪一组数据Jotes Index 那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空缺职位 那server预测的话是在一千一百万左右 那但是实际数据出来的话只在一千零七十万 那所以说明实际市场空缺的一个职位 比啊经济学家预测的话要低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整个劳动力市场 那它在降温 那为什么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这是美联储所希望看到的 那所以其实比起其他数据 制度数据的一个含金量其实挺高的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记住美联储它Dual mandate 它一共只有两个任务 那充分就业和保持价格的一个稳定 那充分就业其实就是一个劳动力市场 那么而现在那么激进那个美联储 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想看到劳动力市场降温 那所以如果劳动力市场不降温的话 那说明美联储非常有可能会拒绝更加的一个激进 那么而如果劳动力市场降温的速度比较快 或者符合美联储的一个预期的话 那这其实反而说明美联储可能并不需要太过的激进 啊 所以这个是劳动力市场 那就业的一个空缺职位 现在可能还反映不到失业率里面 那因为第一步我们需要看到 那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空缺职位 那和求职人数这中间的一个gap 这中间的一个差距的话要缩小 在我昨天视频里面我有一张图我也聊到了 那当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差距减少之后 那我们可能会慢慢的看到失业率的话 就会开始往上升 所以这些东西是美联储所希望看到的 然后这张图我就快速过一下 主要我是想说明的是 从五月份到六月份空缺职位的一个减少 主要在哪个行业 那所以如果我们一行一行看下去的话 最大的一个减少其实是在retail这一块 那从五月份空缺职位将近在119万 然后跌到了六月份的84万 那所以从五月份到六月份将近有35万个空缺职位 在零售业这一块的空缺职位的话是消失了 好 然后今天还有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的话可能就不是非常好了 纽约联储那今天发布了二季度 那家庭债务的一个体量 二季度家庭债务体量达到了16万亿 那当然这个债务的话包括和房贷和非房贷 那主要在非房贷这一块我们看一下 那我圈出来的这一列 那credit card balance 那信用卡的一个余额增速 那如果我们去看同比增长的话 是20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啊 这一个数据的话可能是在13%左右吧 那所以消费者的钱贷真的很深吗 那其实并没有 而且这一组数据基本上和啊 jp morgan财报里面 那我记得jami男们说那二季度是第一个季度 如果我们去看环比增长的话那消费者银行账户里面的一个debit 一个余额的话 那他是第一个季度环比增长是往下跌的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不单单自己银行账户里面的一个debit在往下跌 那然后同时有很多消费者那信用卡的一个余额的话也在往上升 所以受到了通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airbnb的一个财报 啊首先从数据来说啊 营收的一个增长符合华尔街的一个预期 那盈利的一个增长比华尔街预期要高很多 然后指引的话比华尔街预期也是高了那么一点 那所以总体来说 从光从数字去看的话 那其实比华尔街预期都要高的啊 这是第一点 然后那从我自己本身来说 我对于他们这一季度的一个财报 其实我是比较满意的 那特别是在盈利这一部分 我其实是相当满意 这其实是我希望看到 那因为特别在整个宏观环境 那并不是非常明朗的一个情况下 我希望看到那自己投资那些公司 他们可以在那花费这一块 那么可以做到非常的节制 那同时又不会牺牲 非常多的一些营收增长 那这样才是对投资者负责 那所以先来看一下数据啊 首先这张图是那airbnb在过去三年 包括这一个 包括今年第二季度 那他们每他们每一个季度的 那会计净亏损或者盈利 那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第二季度 他们总共亏损那将近要三亿美金 然后2020年第二季度是他们最大的一个 亏损 亏损要将近六亿美金 因为疫情那个原因 然后2021年二季度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亏损的话缩小 那因为有一部分复苏的一个迹象 然后直到这一个季度 直接就从亏损变成盈利 而且这个盈利的一个体量的话 要将近四亿美金 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turnaround story 那转折点在哪 转折点其实就是疫情 那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导致 就是Airbnb很多的一个业务那一下子就流失了 而且最后那逼迫 管理层去做出裁员的这一个决定 那这其实是有一点那阴差阳错的逼迫 Airbnb去提前做了这件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 那中小公司现在在做裁员的这一件事情 那因为宏观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robert今天的话又宣布裁员23% 那么而反过来 Airbnb因为在疫情刚刚来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去做了这一件事情 那所以他们现在借着那疫情复苏在收获 那营收的一个同时 那他们在运营上的一个花费 已经比那疫情之前的话要少了很多了 那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 Airbnb的一个margin improvement 非常夸张 那这其实作为一个投资者 是我自己也是乐意见到 那然后我们一下去看他们那个adjusted Ebeta那这边的话就更加明显 那从负的三千从负的4000万到负的4亿 然后一直到上一年那第二季度震的2亿 那一直到今年这一个季度震的7亿美金 那然后第三季度的话会更高 那啊上一年第三季度 他们的一个adjusted Ebeta的一个margin将近在50%左右 那然后Brian在这一次的财法会议里面 他说这今年第三季度 基本上和上年第三季度adjusted Ebeta这一个margin和上年 基本上是差不多也是在50%左右 那然后这边是他们过去十几个季度的一些数据 那如果我们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看的话 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净盈利那2020年四季度的话是负的40亿美金 那一季度的话是负的12亿美金 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们上市的一个原因 那但是我们看他们过去四个季度 就是我们看那个trailing12 month 那全部加一起的话就已经可以达到1.25个billion 那我前面特地去算了一下 按照现在这一个市值 然后去看他们那p1的话将近是在60倍的一个p1 但是我初步算了一下如果把他们对于三季度的一个指引放进来的话 这一个p就三基本上三季度这个财报出来之后 假设股价不变的话那这一个p1那就可以跌到47倍 然后四季度数据出来的话我初步算了一下四季度数据出来的话 那这一个p1的话就能跌到40倍啊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些信号 那然后就是他们的一个自由现金流 如果我们去看过去四个季度的一个自由现金流 再去比一下2019年2020年当时的一个自由现金流 真的是已经天差地别了 那所以因为他们自由现金流现在非常非常的充裕 那所以这一季度brian他们决定拿出20亿美金两个billion的一个现金 那选择去进行回购 那在现在这个阶段去进行回购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决定 那因为第一点股价跌的话 那其实eaturday的话幅度并不小 那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airbnb账率商行有1010个billion的一个现金 100亿美金的一个现金 那而他们那个长期债务只有两个billion 那所以他们现在有足够的一个空间去做回购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财报会议 那有几点 其实我在前面的话已经说到了 我就说一下第二点 啊第二个问题聊的是adr 啊这一季度的一个adr比管理层预测的话是要高 那或者比他们预测的话是要好 那主要还是三分之二的一个高的一个adr 主要是因为通胀的一个原因 那所以通胀对于airbnb来说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tailwind 那对于他们是有利的 那所以这是第二点 然后啊第三点那管理层他们看到七月份和八月份的一个booking 又开始往上升了 那然后有一个分析员问他们的一个booking网上升 主要是那集中在夏天 那比如说八月份九月份的一个订阅 还是说十月份十一月份他们也已经看到订阅 那管理层的一个回答是both啊 所以那暂时可能有一点点讯号说明 那整个那旅游的一个复苏 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那当然宏观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比如我们前面看的一个数据 那消费者信用卡的信用卡欠款的这一个激增 那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讯号 那而且我们知道主要的一个花费在那 主要的花费就是在复苏旅游娱乐油价 好吗 然后啊最后我就想聊一下就第四个问题 那有分析员问他那你们是怎么去平衡那公司的一个成长 然后盈利的一个增速那管理层的一个回答 他说我们现在仍然是在一个growth mode 那仍然是在一个成长的一个模式之中 而不是在把利益最大化的这个模式之中 好吧 然后最后我想聊一下啊 我对于airbnb未来的一个展望和风险在哪 那其实整个旅游行业他其实是季节性是比较强的 那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因为有一个那疫情复苏的一个tailwind 但是一旦等疫情复苏过去之后 那接下去就需要考虑每一家公司 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可以让他们的一个营收增长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 我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 那差一点的可能就在百分之十左右 那所以接下去是去看airbnb 或者他们的一个管理层怎么去再创新这一块 啊去进行拓展 比如说其实上一次 在收集那想法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建议airbnb做一个订阅模式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idea 当然当中这中间的话有牵涉到 那每一个城市与城市之间 那政府对于长驻和短驻的一个规定 其实都是不一样啊 所以并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同时那其实airbnb其中的一个强项 就是和每一个地方的一个地方政府 那去搞好这个关系 或者了解他们背后的一个机制啊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airbnb 那他要把自己和booking啊和expedia 区分开来的话就必须要在创新这一块做的 比其他公司要好 不然的话airbnb是不值那么高的一个估值的啊 最后的话快速来聊一下amd的一个财报 那从数据这个角度去看 营收和盈利都比华尔街预期要稍微高了那一 那么一点 然后差是差在他们的一个 那对于第三季度的一个guidance 那比华尔街预期的话稍微低了那么一点点啊 所以如果一定要去解释的话 这应该能够解释他们盘后的一个下跌啊 从财报会议本身去出发的话 基本上两个故事线 第一个故事线 那就是整个pc市场的一个放缓 确实比管理层预计的还要更加放缓 那这是很大一部分 他们把第三季度的一个营收指引往下调的一个原因 那原来管理层预计整个pc市场的话是会下跌5%到10% 那现在的话他们把这一个啊下跌的一个幅度调到了10%到15%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线 pc市场的一个放缓 比他们原来预估的更加严重 那然后第二个故事线 data center这一块 那第二季度仍然是非常强劲 而且管理层预计 data center的一个强劲将会延续到整个下半年 那但是很多分析员他们担心的是 那有很多公司包括一些大公司 他们可能会在data center上面上面的一些花费 那可能会降低呢 会不会影响amd 那管理层给出来的一个原话 我们看一下他说 那主要是我们抢占了很多市场份额 那而且他说即使是这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去抢占更多的市场 那所以啊 dc市场有没有放缓 其实也有一部分的一些放缓 你之后完全没有放缓 这是不可能的 那反应在呢 反应在那他们背后的一些潜在客户 这一个千合一这个时间 可能比以前的话要更长 那所以我做一个总结 基本上这一个季度到现在为止 我差不多看了五家芯片公司的一个财报 那么从阿斯迈那到台积电到NXP 那到昨天的一个昂三米 然后到今天的AMD 那总结一下的话 那基本上dc data center这一块的一个增长 仍然是非常的强劲 那因为这是在一个secular trend上面 那然后pc市场的一个放缓 从今天AMD的一个财报来看 比市场预期特别是比他们自己的预期的话更差 那然后从整个芯片的一个上游端去看的话 那比如说阿斯迈他们其实受到了一部分 供应链的一个影响 导致他们交货的话要往后提往后延 那但是对于阿斯迈来说他们背后的一个需求 那受到宏观的影响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一点 那么因为他们的一些客户 基本上都是往一个长期的一个方向去布局 那然后我们看如果看到下游端的一个应用端去看的话 那非常明显的dc这一块增速非常快 然后那汽车运用和工业运用这两块 那也是因为在一个长期非常好的一个跑道之上 所以受到宏观的一个影响 那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把这些全部结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只看五家芯片公司 每一个公司都有每一个公司的一个故事线 好吧那这就今天是全部内容了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